好了同学们刚刚了解了分数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和意义之后呢 第二个让我们来看一看关于分数的分类与互换 那么同学们老师一再告诉大家这块分类与互换呀 一定要特别重视它 因为这块基本上是我们稍后去做混合运算的一个基础 如果分数的分类与互换你学的糊里糊涂不明白的话 那么稍后比如说一些比大小的题目呀 包括一些混合计算的题目你是根本就无从下手的 所以仔细听讲咯 好那么第一个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关于分数的分类 分数是怎么分类的呢 有个同学说这有什么好分的呀 哎你琢磨琢磨 整数的时候我们是分过类的 比如说整数的时候我们会分为正数啊零啊和负数 对不对这个有个同学知道啊 比如说我们整数里边还会分成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会分为自然数和非自然数 会分为基数和偶数 会分为我们的质数与合数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小数里边有没有分类呢 也有比如说代小数 比如说纯小数 是吧 那换算到分数里边分数也有分类 分数的分类是按照同一的一个标准来进行的 这个标准就是凡是所有小于一的分数我们都把它们称之为真分数 那么这个真分数当中比如说有哪些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四分之一就是一个真分数 而像我们的五分之三也是一个真分数 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 它们都应该比一要来的小小 是不是 比如说你的七分之六 这个也是真分数吧 对不对 点点点点 那同学们有没有观察出一个现象 真分数它们的分子和分母之间有一个关系 就是分母都比较大而分子都比较小 也就是说分母只要比分子大 那么这样的分数我们就叫它真分数 而这些分数画完小数以后大概都会是个零点几左右 对不对 它不会超过一 所以这是第一类 那么第二类大家知道了 自然就是大于等于一的分数 这种分数呀 我们把它称之为假分数 那么假分数呢 除了有一种表达的类型 比如说我们可以表达为 你看四分之五应该就是个假分数吧 意义是不是跟我们的真分数是反过来的 这个是分母比分子大 那这个就是分子比分母大 是不是 好 那么除此之外 比如说我们的十分之十七 这种也叫做假分数吧 是吧 是 点点点点 除了这种表达形式以外 那么我们的这种分数当中 还会给它另外一个表达 把它称之为代分数 代分数什么样子呢 代分数 代分数 像我们的代小数是什么概念 大家要回想一下 代小数就是比如说像一点三这样的小数 它是代有整数部分的小数 叫代小数 那代分数也是同样的 代有整数部分的分数 我们就叫做代分数 对不对 那比如说你想二分之三 二分之三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不说 还多了一半 对不对 是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表达为一个完整的再多一半的意思 看到了吗 这代表那一个完整的 而这代表多出来了其中的一半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念什么呢 它被读作一又二分之一 那么这个中间什么符号都没写 大家要注意 其实它默认中间应该是一个加号 对不对 因为它是比一还多出来了一半 所以这中间应该是个加号 这种叫做代分数 好 同学们 那么关于所有分数的分类 大致说起来就是这三类 这三类之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鸿沟 就是它们和一之间的大小关系是不同的 真分数都比一小 而后面两类都比一要来的大 或者跟一相等 跟一相等其实可以叫分数 也可以不叫分数 就无所谓的 是不是 那么这两类之间呢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大于等于一 但是这两类之间的属于同一类分数的两个不同的表达形式 是吧 所以在此我们就要引出我们的第一类关于分数的互换问题了 就是代分数和假分数 既然它们都是大于一的分数 那么它们之间可是可以形成某种互换的 对不对 至于它们之间怎么互换 我们一起来简单的讲一下 好 同学们第一种类型 我们来讲一下如何去把一个假分数化为一个代分数 来一起看一下 假分数是如何化为代分数的呢 随便给大家一个假分数 比如说七分之十 这个东西是怎么化为代分数的呢 七分之十当中 我们说如果是七分当中的七分的话 那这就代表了一个完整的单位一 对不对 那你想七分之十当中除了七分之七以外 实际上还多出来了一个七分之三 所以这个东西化完代分数以后 应该是一有七分之三 这个大家应该想得通 对不对 好 来 再来一个示例 比如说我们的七分之十五 好 七分之十五如果要化为代分数的话 大家想 这个十五分当中 其实应该至少包含了两个七分之七 对不对 那么还会多于一个七分之一 所以我们会得到 如果您用十五除以七的时候 它是伤二于一的话 那么七分之十五化为代分数 就是二有的七分之一 是不是 是 来同学们观察出点什么现象 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的分数和除法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对应关系的 所以当你的假分数去化代分数的时候 可以完全把它转化为这样的一个除式 对不对 而这个除式当中所对应的伤实际上就是完整的七分之七 有几个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代分数的整数部分 而我们说换过来以后 你想都是平均分七分嘛 换来换去 它的这个分的分数应该是不会变的 所以分母移过来跟分母是不动的 对吧 但是你想分子是谁 分子实际上是拿走整数部分之后 剩下的那部分不够作为整数的零散部分 对不对 而它对应在我们的除法当中其实不就是余数的意思吗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 一个假分数化为代分数 很简单 你去列上一个这样的除式 把商写在整数部分 分母对应过来不变 而余数写在新的分子上 这就完成我们的任务了 看明白了吗 是吧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规则 是假分数化代分数 第二个规则 我们换一下怎么样从一个代分数去化为一个假分数呢 这个说起来实际上也是非常简单的 举个例子同学们 一有五分之四 这是一个明显的代分数 它怎么样能够化成假分数呢 想起来很简单 这儿除了一个多余的五分之四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完整的一 而这个一因为单位一被分了五分 所以这个一代替的就是五分之五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用这五分之五去加上多余出来不够分的五分之四 那么这个代分数实际上是五分之九的意思 没问题吧 是不是 好 来 再来 我们再画一个二 再画一个 比如说画一个二有三分之二 那么这个里边我们说了 整体是被分为了三分 你要看它的分母 对不对 那么这儿有一个完整的二 三分之几分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二呀 图学们 三分之三是一 那应该是三分之六 对吧 这儿是不是还多余两分 是没人要的 不够分的呀 对吧 所以有这三分之六 再去加上一个三分之二 那么这儿就应该得到一个三分之八 而这个八实际上是怎么来的呢 它应该是用二去乘以三 再加上了原来的分子 是不是这么来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儿你要发现一个非常浅浅的规律 这个规律是什么呢 当你拿到一个代分数 你可以观察它的分母是谁 分母是谁 意味着就被分成了多少分 而整数部分是多少 那么就有多少个这么多分 对不对 所以当它被还原为假分数的时候 分母仍然还是不变的 分那么多分还是那么多分 对不对 但是分子要变 分子变成什么呢 分子会变成整数部分和它原分母的乘积 这就是对应着整数部分是多少分 对不对 那么再加上它原来的分子 它原来的分子就是那个不够再分成一份的多余的小部分 是这样的吗 是吧 好 那么同学们这是一种解释的方法 还有第二种解释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这么想 这上面的这个东西 如果在我们刚刚的假分数化代分数当中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有一个假分数叫做C分之A 这个如果化为代分数的话 是不是我们说了用A去除以C 让它升D 比如说一个D 对不对 那这个A是什么意思 这个A实际上就是除世当中的被除数 对不对 那你从二年级开始就知道 被除数等于什么 被除数等于除数乘以它的升 再去加上它的余数 对不对 那么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代分数当中对应什么呢 回想刚刚的规则 它的除数实际对应的就是原来的分母 对不对 而它的升对应的其实就是代分数的整数部分 所以你看为什么用二乘以三呢 这是原分母 这是整数部分 对不对 再加上 那么代分数中的这个小分母 实际上就是多余出来的这个余数 对吧 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是通过余数定理 进行的一个反向还原 我从两个角度给大家讲 希望大家去理解这个过程 不要去死记 好吗 好 好了宝贝们 这是代分数与假分数的互换 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最后一个我们来讲一下分数和另一类数的互换 就是分数与小数之间的互换 那么分数与小数之间的互换呢 说起来也很简单 分为两类 第一类可以是分数化为小数 对吧 这个就简而言之简单的说一下了 比如说二分之一 如果想要化成一个等于几点几的话 很简单 分数与除法有关系 分数当中的分子对应除法当中的被除数 对吧 所以分数想转化为小数 太容易了 直接把它写成除式 你就除就可以了 小数除法应该会吧 对不对 所以你除得多少 它就是多少 那么当然除完以后有两种后果 第一种叫除得进 第二种叫除不进 是吧 那除得进就是有限小数 而除不进就是无限小数 对不对 无限小数里边又分两类 一类叫无限循环 一类叫无限不循环 当然小学是涉及不到无限不循环的 因为那一类叫做无理数 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直接去除它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尾数 除不进要保留的话 那么大家学过那个法则 叫四舍五入 是不是 自己保留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 我们来说说小数化分数 小数化分数怎么化呢 举个例子 看一下这个0.25要化分数 我们说小数和分数之间 实际上也有着一层 非常奇妙的关系 在我们有一些教材当中 实际上是先学分数 再学小数的 因为小数的概念是要用分数来解释的 什么是小数呢 小数指的就是那些分母为十为一百为一千 点点点点点点 为整十整百整千数的分数 我们把这些分数写成一个用我们的一串数 用零点多少多少来表示的这个形式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小数诞生的源头 什么意思 同学们你看看 如果我用二十五去除以一百 那么二十五除以一百的时候 你自己用小数的除法算一下 对吧 你算一下它伤多少 它应该伤0.25 是不是 那么其实这样的分数 我们说这样的除式 如果根据今天除法与分数的关系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写作为一百分之二十五的意思 是 他明白了吗 是吧 所以可以告诉大家 所有的小数都满足这一个规律 什么样的规律呢 所有的小数能写成这个样子 他们背后除以的一定都是整十整百整千数 对不对 所以这种数如果再从小数要化为分数的话 怎么化 很简单 老师教你个规则 他们的分母既然是整十整百整千数 先把一给他写上 他肯定是一 叉叉叉叉叉叉好多个零 对不对 那么有几个零看什么呢 有几个零就看他有几个小数位 他有两个小数位 那就对应着他应该是一个一百分之多少 可以理解吗 是吧 是 而分子上填谁呢 很简单 小数部分是谁 分子上就填谁 看明白了吗 是吧 所以你看是不是很快就把零点二五倒回一百分之二十五了 没问题吧 是吧 他其实也等于二十五去除以一百 好 那同学说有的人说啊 零点二五我会画了 零点二五怎么办 同学们 你想想零点二五画出来是一个真分数 那如果是一个代小数画出来的实际上应该就是一个代分数 对吧 那你就把它的一右写到这就行了 其实无所谓的 对吧 大不了你再想把它画为假分数 你又根据上述的规则去画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是 好了 同学们 那么这是关于分数的分类与互换 那么我讲的比较细致了 希望大家能把这个部分给听懂 那下面我们就用一些立题来练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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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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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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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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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